我今天来这边报道就是说 我愿意忧愉愉愉站出来 表示说我脱离这个土耳朵 以后北京帮任何的事情 跟我无关 那大明星跟那个帮派大哥 那当然就是很多很多的 闲言闲语 小慧终究会知道说 原来唐重生 真的去做了一件对的事情 为了这段爱情 唐重生愿意做一件 这么困难的事 不要问话从哪里来 这个风吹来 头发飘飘的这样 然后弹个吉他 然后这么清新 这么漂亮 气质清新的胡贵中 浓眉大眼温柔婉约 大学时就被星探挖掘出道 七历年代 台湾文艺片流行时 美女如云 但胡贵中不但人美又聪明 高学历让她成了焦点 北一女台大 怎么会静眼一圈 然后拍戏 这个弹琴说爱 但觉得不可思议 在那个年代 当然胡贵中本身有那种 大将之风 就是上了镜头之后 完全都不害怕 然后她们又主打她的高学历 台大的第一美女 那胡贵中当然就是欢颜 一步欢颜 一泡而后 一出道就走红 胡贵中戏约一步皆一步 清新漂亮 当然她的高学历也帮她很大的忙 就是包括记台词也好 或说现场的那种体物领会 那种剧情角色投入 她都能够一点就通 就是吃这行饭的料 这个五官轮廓 还有她那个神情 其实蛮像早撒而红的林青霞 所以就觉得说 这根本就是个小林青霞 演什么像什么 胡贵中不局限戏路 连香港武打片也找上门 加入了红金堡 红家班 因为那时候香港流行 景花片这样子 景花就是她们女景片 胡贵中的样子 所以有一点点 比较阳刚一点 然后觉得很有威仪这样 再加上人高 马大的 16 景拍 170 这么高大乍子 那觉得就是有一股英气 也不是那需要一些拳脚功夫 她当然是不会 所以就是要学 那要很快地学到这个有模有样 全全到位 或说景花的那种办案 追抢匪什么 所以是需要一点点密集训练 那她也都不怕 也都吃苦熬下来的 那也很快把广东话学好 所以她的这个霸王花系列 就大红了 霸王花系列 胡贵中拳脚功夫了得 打出一片天 红遍两岸三地 正当她演艺事业如日中天之际 一场爆破戏 差点没了命 跟香港吕良伟他们一起拍的景品片 他就是有一个爆破场面 就是一个爆破点提早了 提早爆了 胡贵中其实在所有演员里面 他是最严重的 全身大概 他说几乎都有烧烫伤 唯一就是老天爷真的赏他吃饭 脸的部分他只是只有 眉毛跟睫毛有烧掉一点点 所以脸并没有烧伤 那这些创伤来讲 对我就形成是一种养分这样子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胡贵中真的非常勇敢 他可以这样再站起来 你看你那副德性 连霸王草都不如 别说是勾引男人了 就连雪人你也勾引不上啊 勇敢坚强的胡贵中重新出发后 更受观众喜爱了 始终是美光灯焦点 经常有他的报道 不过1994年5月底 报纸刊登出了这一篇惊人消息 报纸又登出来了 就说这个胡贵中 唐鸿燊 这个初恋情人在相遇 决定要共结联礼要结婚 他当然就是中港台都会震撼 因为那时候胡贵中的戏已经 就是片约都是在中港台 他等于是一个大华人地区 都认识了一个大明星 胡贵中突然要结婚 那嫁谁呢 也不是嫁给什么七一二代 或说富商不是 是一个唐重生是谁啊 媒体铺垫盖地地追 胡贵中跟唐重生的爱情故事 他跟胡贵中正是因为是 住在父亲是邻居了 所以那就是父亲高中旁边 他们也连生一个像外省巨落一样 那个时候胡贵中是小迷戒的 很出类拔萃了 长得也很清晰的女孩 他国中时候他们就有 看到他们两个常常就说 就觉得他们是一对的 匹配的相当 胡贵中在他们村子里面 就是大美女一个 又会念书又漂亮 这人当然也很多 可是唐重生也是个小帅哥 而且他是酷酷的 不假话 其实从小应该就算是 梁小吴猜长 只要你轻轻听一下 交往几年后 唐重生 胡贵中渐行渐远 两个人的世界大不同 胡贵中然后念书念得不错 后来考上了台大 台大之后后来演电影 那唐重生从小就加入帮派 然后可能就一直在帮派里面 就是跟着帮派一起打混 后来两个就见情见义 唐重生去当兵之后 那个胡贵中就写信的他讲 好像我们两个 因为已经南辕北策了 两个工作等等这方面 差距太远了 是不是我们就分手 不过缘分很奇妙 1993年胡贵中和唐重生的缘分 再度被迁起 胡贵中好像从国外回来 在机场他就碰到 他有个人喊他 碰到唐重生的哥哥 他就问起了 你弟弟唐重生如何登的 后来他哥哥就把电话 给了胡贵中 后来他们在联系上 1993年10月10号 就是国庆日那一天 一见面就觉得 那个多年前的感情又勾起来了 我们还是很喜欢彼此 何不就定下来 我们就结婚 我现在做生意也做得蛮好 那你拍戏 慢慢的戏就拍少一点 我们就结婚吧 初恋情人再续前缘 唐重生满心欢喜 从逢日到登记结婚 只有短短半年 孩子买了一百多瓶的房子 名字是胡贵中的 所以他回来以后 他说我要按照他的意思 我们要布置新房 要装潢等等 还有我们要生很多小孩 因为唐重生可能 太兴奋太高兴 他就把这个消息 就释放出去了 就不时又登出来了 就说胡贵中 唐重生 这个初恋情人再相遇 就决定要共结连礼 本来预定 在11月6号的时候 他们要在凯月办店 办那个婚宴 但是因为唐重生 非常的兴奋 所以他在5月 大概20几号的时候 他就对外公布了 我们已经结婚了 等了 两人的爱情故事 本该是童话般的浪漫气氛 然而迎来的却是震撼蛋 把唐重生的一些历史 这样追出来就是说 他好像跟帮助 他有一点关系这样 那大明星跟那个帮派大哥 那当然就是很多很多的闲言闲语 你可能马上立刻就会被黑掉 你可能就会被除名 你马上就戏约就没有了 换脚了 他爸妈突然这样接到的讯息 当然就是生气 大闹 大哭 大大吵 觉得要断绝关系什么 不会从内外交杂 又有演艺圈的压力 老板的压力 爸妈的压力 命运捉弄人 唐重生胡慧中 公正结婚后 原定隔半年就要办婚宴 无奈 压力让两人喘不过气 婚宴被迫暂缓 后来唐重生迷失了 染上毒瘾 胡慧中再也承受不住 夫妻情缘短短两年 他甩不开演艺圈 他甩不开他的帮仲 他的那些事业都甩不掉 所以那久了之后就 真的就是走不下去 这段情就是 终究就是一个无言的结局 86年间 唐重生率领12名北联邦的 唐主和帮仲 信谢向台北市行大自首 解散北联邦 并表示希望自己能够 真正的重生 做个正当的生意人 因为当时呢 帮派的问题非常严重 那个时候就鼓励呢 帮派他们来自首 然后呢解散帮派 只要你没有牵扯到 其他的刑案 基本上就是呢 予以这个减息呢 我是有抱脚意识常见 因为我 今天我对我过去 看我现在 看我以后 我对我个人负责 我今天来这边报道就是说 我愿意忧愉愿意站出来 表示说我脱离这个阶段 因为北联邦任何的事情跟我无关 带着一把呢 这个中共的一个手枪呢 另外呢 还有八个子弹 他讲是之前 就是别的一个邦派的帮主呢 他们祭棒了 在当时新闻也造得很大的轰动 当然他当时也承受很大的压力 因为你一解战的时候 这个北联邦几乎是已经没有了 唐从生就带着帮众 第一个到刑警大队呢 来解散这个北联邦的 当时呢报纸也报得很大 当年报纸大篇幅报道 这是台湾治安史上头一遭 帮主率中西强自首警桑帮派 毕竟 警桑帮派姿势体大 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那是警方严厉扫荡帮派 据传唐从生担心警方找上门 年迈的父亲罹患癌症 他也无法回家探视 而另一个重要原因 跟警方宣传标语中的这句 忘君早归 有很大关系 小慧终究会知道说 原来唐从生 真的去做了一件对的事情 为了这段爱情 唐从生愿意做一件 这么困难的事 我都要对得起小慧 这辈子我欠他这一回 就是一个爱情的力量 让他做一个这么重要 这么痛苦 可是是这么正确的决定 这个爱情的这种影响 其实他想要解散之后 让他可以这个配方的背景 可以稍微洗白一下 后来唐从生也从事了一些 综合的一些事业 比如说KTV 旅游 希望让自己成为一个 正正当当的一个真人 也许我在想 也许希望管回胡惠中 这样的一个爱情 唐从生正出来自首时 面对媒体侃侃而谈 他心里晓得 该来的躲不了 大家肯定会把焦点 放在他跟大明星 胡惠中的身上 这是我个人的隐私 我希望说不要牵人第三者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请你们帮我保留点隐私权 这这种生活我已经厌倦了 就跟我的名字一样 唐从生我想重生了 一句我想重生了 言有在恶 唐从生离开江湖 盼望有朝一日 跟志爱胡惠中重修就好 万万没有料到 没有想到就在隔年88年 5月27号的时候 他就在台北市中山区 农岸街的地方被抢烧 加入台湾启示录的会员 每周独享频道的特别细化 和我一块翻阅 记者秘密档案